她的幼崽溺水了 然后这个绝望的熊妈妈向猎人求救 熊是俄罗斯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 他们出人意料的强大 快速且非常聪明 因为这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会这样 许多人害怕他们 宁愿完全摆脱他们 但是当一位猎人经历了一次改变人生的遭遇 有了一只巨大的熊 他对这些宏伟的动物的看法永远改变了 亚历山大是一个硬汉 住在俄罗斯寒冷的平原 他不得不照顾他自己 并保护他的土地免受任何伤害和可能的危险 他有一个相当大的小屋 他独自住在那里度过他的日子 在附近的大湖上钓鱼 或狩猎他能找到的动物杀戮迈绕 但他生命中的一个祸根是熊 他们吵闹大而且造成很多伤害 他们经常过来拿走他留在外面的猎物 还会破坏甚至偷走他屋外的椅子 桌子和其他类似的东西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他特别喜欢猎熊 当然正如古老的狩猎谚语 如果你杀了他 你就吃他熊的粗粒和丝状肉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而且他卖的一点也不好 但就亚历山大而言 他有两个目的 首先他为他提供了一个丰盛的一餐 其次 这意味着少了一只熊来恐吓他的小屋和土地 但找到要杀死的熊并不容易 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 宁愿在黑暗的掩护下移动 以免被发现 这就是亚历山大如此吃惊的原因 一天早上 当他正在穿衣服时 他听到离他的小屋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只熊的哀鸣 他真的觉得这是他的幸运日 他的猎物很少会来找他 所以他冲了过去 他的柜子打开了锁 慢慢地抓起猎枪 悄悄地打开窗户 他把枪管放在窗台上 瞄准熊 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这太容易了 但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靠动扳机 完全不对劲 熊似乎意识到了他的存在 但继续发出悲伤的吼叫 他并不害怕这只动物 但他注意到他根本没有表现出攻击性 他用悲伤的眼神几乎是恳求地看着他 然后转身走开 每隔几步就回头看一眼 好像要检查亚历山大是否还在跟着他 亚历山大无法否认他的好奇心 开始小心翼翼地跟随 敏锐地意识到事情会变得多么危险 但实际上 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他的话 熊似乎从未对他的存在感到恼火 很快一切就变得很清楚了 至于为什么这只熊会靠近他的房子寻求帮助 在距离虎边几米的距离是一只正在努力游泳的小熊 他试图将头保持在水面上 但他一直进入水下 几秒钟才重新开始 亚历山大惊慌失措地出现并深吸一口气 看着他刚刚跟随的那只大熊 他离开了安全距离 好像让他通过并去帮助他的幼崽 亚历山大简直不敢相信熊会来找他寻求帮助 他的幼崽处于危险之中 他知道住在小屋里的人现在可以拯救他 亚历山大停顿了一会儿 权衡了他的选择 他从来没有爱过熊 他们造成的麻烦和破坏有多少 这些年来他花了很多钱 另一方面 经常听到人们被这些去打的动物伤害或杀死 尽管他怎么能否认一位要求他帮助他溺水的婴儿的母亲 他对熊的仇恨是与他的心告诉他要做的是发生争执 但当大熊妈妈再次开始他哀伤的低声哀求时 亚历山大知道他必须做什么 他冲向湖边 涉水进入水中 幼崽疯狂地见起水花 呼吸清晰 在水中 在冰冷的液体上窒息和建设 试图把熊抱起来 亚历山大注意到他的腿缠绕着什么东西 很快就发现那是他自己的一张欲望 几天前他又把他留在水里了 就骂着他把兽伸进口袋 摸索着他的小折刀 终于找到了他 把他拔了出来 他划破了缠住可怜的幼崽腿的网 终于把他救了出来 亚历山大把他从水里抱了出来 把他颤抖的身体放在了湖边的地面上 亚历山大不顾自己的寒冷 把外套盖在小动物身上 开始按摩他 让他暖和起来 希望能帮助他吐出一些他吞下的水 熊猫猫敏锐地保持着安全距离 看着丹从未靠近他 亚历山大的想法是他似乎不想吓到他 他不得不微笑 尽管形势严峻 熊真的是聪明而情绪化的动物 在紧张的几分钟后 幼崽咳嗽起来 从嘴里喷出水 又过了几分钟 他终于站起来 抖掉亚历山大的外套 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他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然后慢慢地 摇摇晃晃地回到他的妈妈身边 妈妈正在发出短促而得意的小吼叫 他舔了舔他的幼崽 试图擦干他和亚历山大 蜷缩在河背上 希望能保持温暖 他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 看着熊妈妈照顾受伤的幼崽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妈妈 以及他在这段时间里 是如何照顾他的 在他的童年时代 他在这只小熊身上看到了自己 他喜欢冒险 总是乐在其中 遇到麻烦 但最终仍然需要母亲的爱和支持 就在那时 亚历山大看着这些熊士 觉得自己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没有看到危险的动物 他没有看到令人害怕 被杀死或被猎杀的生物 他看到一个家庭 努力过着自己的生活 过着他们彼此相爱 相互支持的生活 他通过狩猎摧毁了熊家庭 他不想去想这件事 他咽下喉咙里的肿块 擦去眼角的泪水 他发誓再也不伤害熊 这是一个誓言 亚历山大在他的余生中都坚持这一点 亚历山大因这次遭遇而改变了 他买下了他家周围和湖周围的很多林地 他在他的财产周围竖起了栅栏 以标记边界 并做出了很多努力 为了确保生活在树林里的熊过上安全和平静的生活 他甚至确保每次去湖边旅行后都将欲望收拾好 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但如果他拯救了一只熊 或他的幼崽被他们缠住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令他惊讶的是 他的小壁户所里的熊数量繁盛 事实上那里有这么多人过去常常来参观他的小姑 并要求去看看自然栖息地中的动物 亚历山大会非常乐意 带他们出去从安全距离去看熊 当然 亚历山大从未摆脱过的一件事是他的枪 尽管好消息是他没有用他们来猎熊 恰恰相反 事实上 他用他们来吓跑其他游荡到他的土地上的猎人 希望杀死在他保护下的壮丽的熊 每隔几周 熊妈妈和他的幼崽过去常来 就坐在小屋外面 要感谢亚历山大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这是一个真正温暖人心的故事 讲述了亚历山大如何从猎人转变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只熊和他心疼的幼崽 所以现在轮到你了 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你会怎么想 如果大熊向您寻求帮助 您是否已经做出反应 您会像亚历山大那样信任他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